我們今天講一下英國狗狗預防針 我們簡單理解一下 通常英國常見的針就是以下這幾隻 DHP 要打 瘋狗針一定要打 至於Laptop 狗鳳咳 和這個腐流感針就看看自己個人需要 我們首先了解一下DHP代表什麼 Hepatitis Perivovirus 這三支針可以分開打 可以一起打 基本上都是三年打一次 接著到PI PERAINFLUENZA LEPTO LEPTO LEPTOSTEROSIS 和狗房咳 KENELCOV PI和KC 就看自己個人有沒有需要打 他們的有效期通常是六個月至一年 LEPTO 就是大概一年期有效 接下來還有瘋狗針和深思蟲針 瘋狗針大概是三年期有效 深思蟲就是一年左右有效 常見的打法有三合一 四合一 五合一 或者是狗房咳加PI 或者有人都會分開 逐支針、逐支針打 提提大家 常常說不要打那麼多針 是因為怕牠們會有敏感反應 或者怕牠們過度接種 或者是大狗和小狗的份量用劑一樣 如果同一個劑量的話 狗狗越小就會越危險了 也提提大家 打了針也未必代表可以避免的問題 那什麼時候要打不同的防疫針 例如法例上 Rabies是一定要打的 接著要看你的狗狗喜不喜歡玩水 會不會舔地下水騰 通常會不會去行山、行草地 如果是的話 就最好打Laptop 接著 幼犬 其實滿六至八個星期大 就可以帶牠們去打DHP 如果想減少過敏或危險的方法 可以在健康的時候才打防疫針 或者在炎完血後才打那支針 接著可以問一下獸醫 其實牠的針劑是否可以打半劑就足夠呢 是否一定要打完整劑呢 DHP也可以是分開打 未必一定要打三合一或四合一那些 另外如果那支針有滴頸或藥養代替的話 好像深思蟲的話 就不需要一定要打針 少許記憶 就是英國其實很少打深思蟲針 或者吃深思蟲藥 因為英國的蚊大多數沒有深思蟲 接著Lepto的話就有Lepto2或者Lepto4 但牠們這兩隻針都不能遮蓋所有Lepto的種類 講一講Lepto這個歐端螺旋體病 其實是在老鼠的尿道做全部的 當老鼠鱷尿在水桶或者草地的時候 如果狗狗聞到或者舔到的時候 牠就會傳染了 而這個病也會傳染給人類的 所以如果狗狗有這個病的時候 一定要做隔離 剛剛受感染的狗狗 其實牠的症狀不太明顯 很多時候都會被主人忽略了 牠們的症狀都是沒什麼精神 不吃東西或者有嗚吐 那些療療比較黃一點 因為牠這些症狀比較普遍 所以很多時候會被人誤會了 是普通感冒或者吃錯東西 但是去到後期發現不妥了 牠真的嚴血的時候 往往都已經太遲了 很多時候連報告都還沒出 狗狗已經走了 可以打的Lepto針有兩隻 顧名思義Lepto2可以對付兩種細菌 Lepto4可以對付四隻 但是這兩針其實都不可以完全 遮蓋所有細菌 可以做到的日常預防 就是定期打這個疫苗 避免在下雨之後出去 以及要保持家裡環境衛生清潔 不要惹老鼠過來 如果可以的話 就在出發前在香港打定才過來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呀